天哪,你们看这个老爷爷 他做了28年的卡车司机 他右边的脸是60岁的真实年龄 而左边竟然开上去有80岁 其实就是因为左半脸由于开车长期被阳光照射 而右半脸没有被直接晒到的关系 因为紫外线中含有狡猾的UVA和UVB UVB是短部紫外线 只在夏天比较强烈 它会折射皮肤两皮层 会把皮肤晒红、晒香 而UVA是一年四季都有的长部紫外线 而且还会直接到达真皮层 破坏皮肤的胶原蛋白 把皮肤晒老 而且我们小朋友的皮肤本来就要比大人保十倍 如果不做好防晒的话 那防晒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根据联合国世卫组织提出的防晒ABC原则就好了 A.避免晒不被晒到那就是最好的防晒 B.要用遮挡物的硬防晒 帽子 防晒衣遮阳伞通通热起来 C.一定要涂防晒霜 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 每两到三个小时还要不一次哦 对了 那你们知道到底是穿黑色的衣服跟防晒 还是白色的呢 关注卡卡其心找知识